所以要有这个概念 抓菊 多提酒 停举 多耸肩 这个在平时训练的时候 要注意 因为前面刚才 谈到这个 已经说过一次 我再重复一次 当然这个 这种观点 也不是所有人都认可 就是说比方说 速拉 速拉的大体上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 把杠鱼往喉咙带 把杠鱼往喉咙带 这是一种方式 是把喉咙往杠鱼上切 能感觉出它们的不同呢 往喉咙带 把喉咙往上切 这里边呢 它又有一些比较 微妙的差别 就是说 我往喉咙上带 这个 这个它的这个 都是速拉 往喉咙上带 和把喉咙往杠鱼上贴 都是速拉 训练的这个 目的目标 也大体相同 但略微有一点 有一点差别呢 就是说 如果你是 你在这个 练速拉的时候 你的发的意识 是把杠鱼往喉咙带 那这个时候呢 一般相对来说呢 比较偏向于 力量性的选手 就是它又把杠鱼带得更高 而在这个速拉之后呢 偏向于把喉咙往杠鱼上贴 也就是说 比较流行的叫潘达铺 薛莫拉 薛莫拉呢 它更侧重于 快蹲 就是把它蹲得更快 往喉咙带 是要带鱼带得更高 把喉咙往杠鱼上贴 这个呢 是要蹲得更快 所以这就跟 究竟说是 你选择哪种方式去训练 哪种动作方式去训练 这个还根据你运动员个人的特点 比方说我力量大 我希望 通过把杠鱼带得更高 去提高成绩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我的力量 力量就这么大 我希望蹲得更快 蹲得更低 去提高成绩 那这两者的不同呢 根据这两者的目的的不同呢 你就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 速拉方式 中间有一些略 有一些略小的差别 可能你在你不明确 你究竟是属于 哪一类型选手的时候呢 你都可以做一做 都没坏处 然后当你有了明确的目标的时候 同样是在做速拉 但是你可以侧重于 胸口撞天旁 把喉咙 把杠鱼往胸口带 或者说提高速度 把喉咙往杠鱼上去贴 蹲更快 那这个根据 你以后的这个技术特点 可以再去选择 但它们中间是有一些 比较微妙的区别 在训练的时候 选择动作的时候 做每一把动作的时候呢 都尽可能 有地方使 尽可能 考虑清楚 我这把究竟为什么要做 不考虑清楚 稀里哗啦光去 撞猫画虎 照着这个专业运动员 看他那么拉 我也那么拉 但是你又不知道 他为什么那么拉呢 比那样要好一点 稍微做一些思考 这样对训练 对技术的改进 帮助更大一些 感谢观看